各位同學,我們今天開始了學徐志摩的在別康喬 講這個在別康喬之前,我們先看看徐志摩是甚麼人 大家看到了,這個就是徐志摩 徐志摩這個人,大家看他很漂亮 其實他在感情方面都很受女生歡迎 起碼他都結過兩次婚 正正因為這樣,他在感情方面比較活躍 所以徐志摩最出名的是愛情詩 說起徐志摩的愛情詩,最出名的是偶然 很出名的這首詩,這首是情詩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自己去找這首詩說些甚麼 我們今天說的詩不關情情愛愛的事 在別康喬 康喬是甚麼來的? 康喬就是劍喬 劍喬其實就是英國的大學城 即是這個地方有很多大學融集在那裏 在別康喬,甚麼是在別康喬 什麼是在別康喬? 在別康喬就是第二次 在別康喬就是第二次 即是說,徐志摩這個人已經是第一次 跟康喬或劍喬 在別康喬是再一次來別的意思 原來徐志摩在1920年第一次去劍橋 到了1928年,他又再去第二次了 他再去劍橋時,有很多情感 詩人寫詩需要有很多感受 當他第二次去,準備回到國家時 有感而發,寫了在別康橋這首詩 這首詩有七節 我們現在看看第一節 輕輕的我酒鳥,正如我輕輕的來 我輕輕的揮手,作別西天的雲彩 首先我們看到,詩的第一項有個酒字 這個酒字呢,其實就點出了他準備會有一個離別在裡面 和這個康橋 既然作者準備要和康橋離別 他的心情會如何呢? 我們會留意到這一節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用了三組輕輕的 當然我們會知道,這個徐志摩 他不是因為像我們一樣 想不到東西寫,所以他要重複地寫 他反覆用了這三組的輕輕的 就會讓人感覺到,他表面上是很輕鬆 他的心情很輕鬆 即是他離開這個地方 好像會覺得是無牽無掛 而他在最後寫到,他對著西天的雲彩 在西天的雲彩說再見 我們會留意到,雲彩 即是說一些很漂亮的雲 他本身是沒有生命的 但他寫到可以和他作別 其實就是當了他一個朋友 好像跟一個朋友去說再見 我們也有一次可以看到 這個徐志摩的寫詞的時候 其實他的感情是很豐富的 因為他想到可以用這個雲彩 跟他好像一個朋友的角色 去做一個作別 但我們就要問 既然他是一個離別 即是他已經準備要離開這個康橋 那作者會不會真的這麼輕鬆自在呢? 那我們就要由這個下文 即是之後的節 之後的段落 去找一下究竟是否真的這樣 第二節就寫到 那何伴的金柳 是夕陽中的新娘 波光呂的艷影 在我的心頭蕩漾 我們看到這一節 就是寫到康橋的景物 到底他寫了什麼呢? 他首先就寫到河半的金柳 即是這個河邊呢 有很多柳樹 他寫到 我們要特別留意一下 他怎樣去描寫這個柳樹 首先呢 柳樹的顏色呢 是金色的 那金柳 為什麼會是金色呢? 就是因為 那些陽光射下去的時候呢 射到柳樹上呢 其實就好像 幫柳樹上 就染了一些很漂亮的顏色 很燦爛的顏色 所以他就說是金柳 而我們看到呢 他怎樣寫呢 他寫了這個 那何伴的金柳 是夕陽中的新娘 那大家知不知道呢 這裡呢 用了一個修詞手法的 知不知道是哪個修詞手法呢? 就是暗語 那暗語 那為什麼是暗語呢? 因為這裡用了是 是 是呢 就是暗語 那用象呢 就是名譽 那他這個比喻是怎樣用呢? 那大家知道了 我們用比喻的時候呢 首先要有個本體 即是說 本身我們想把那個東西 比喻做另一個東西 本身那東西是什麼呢? 大家知道了 是金柳 而比喻當然就要有個預體 即是你想把金柳比喻做什麼呢? 是新娘 直陽中的新娘 那我們就要問了 為什麼作者要用這個比喻呢? 那我們就要從新娘 這個預體著手 那麼新娘給大家的感覺呢 就是覺得 很含羞 即是很害羞 即是很害羞 而 會被人覺得 是很美 嬌美 或者我們說 即是很美 很有趣 很溫柔 那 之後就寫到這個 波光呂的艷影 為什麼是波光呂的艷影呢? 因為我們知道了 如果陽光射下去的時候 射到柳樹裡面 其實就會把河邊 就會把那些柳樹的影子 就會投射到河面上 所以波光就是湖面 就有艷影了 所以因為這個金柳 即是新娘的影子 就投射到這個海 海 那個海平面那裡 就會有一種很漂亮 還有 去令到這個 作者是很愛惜的 的感情在裡面 所以呢 但是當大家去想一想 他去寫這個 把這個金柳 比喻成新娘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 究竟他會不會寫得去離開呢? 就是有一個這麼漂亮的新娘在這裡 而他 所以他最後來呢 就寫到了 在他的心 在我的心頭 蕩漾 就是呢 整天在我的心裡面 就出現了 就是呢 忘記不了的 就是整天會出現的 其實我們去想一想的時候 當他的心 心掛掛去刑住刑住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暗中指了 他是不能夠 即是他也不想 去 離開了 因為有一個這麼漂亮的新娘在這裡 其實是說的景色很漂亮 大家明白的 對 這麼漂亮的景色 好像一個新娘 這麼漂亮的一個景色在這裡的時候 當然這個作者就是 這個徐子摩就是不想 離開這個地方 去到第三節 詩人就寫到了 遠離上的青杏 柔柔的在水底招搖 在康河的柔玻璃 我今心做一條水草 那麼這個詩人究竟 用了些什麼的修詞手法 去寫這個青杏呢 大家知道了 分別就有用到這個 這個疊字 和 異人 疊字很明顯 用了 油油的 在水底裡招搖 哪裏用了異人呢 柔油的 在水底裡招搖 喇 喇 招搖 本身 即是說 張揚 很想讓人知道自己是存在的 也有這個搖擺 在水底裡的意思 那 為什麼 會寫到這個青杏在水底裡 去搖來搖去呢 其實呢 就是作者 去想像著 這個青杏呢 在這裡向他招手呢 去吸引著私人呢 就是不要離開這個地方了 那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異人 因為本身呢 我們知道青杏呢 就是那些 都是水草之類的東西 那呢 他就想像這個青杏 本身是一棵植物來的嘛 那他就不懂 他是像我們一樣 去向這個作者搖手的嘛 但是呢 這個作者 他就想像 這個青杏呢 就是向他招手 就賦予他一個人的一個行為在裡頭 所以這個手法就是異人法 而我們知道這個異人法 其實就是想將感情更加形象和深刻地去寫出來 既然是這樣 這個稱幸向這個詩人去招手 我們就去看一看 這個詩人究竟他肯不肯留下呢? 所以他後面就寫到了 在康河即是康橋有一條河 的油玻璃 就是一些波光很油在流動 他就說我今生做一條水草 即是說即使他只是一條水草這麼渺小 他寧願做一條渺小的水草 都想留在康橋 其實他是想留下來的 所以即使留下來 他只是做一條水草 他都願意了 他呢 都會覺得 心深 即是他會覺得心滿意足 即使只是去做一條水草 好 我們看完這個 在康橋頭三節 便做一做練習 第一題 作者在第一節 表現了什麼感情? 第二題 作者在第二第三節 如何描述金流和青杏呢? 直接反映了什麼情感呢? 好嗎? 第一題,徐志摩要離開康橋, 他對著西方天際雲彩揮手告別, 反覆用了輕輕的三次, 看起來輕鬆瀟灑,無謙無寡。 而第二節,作者將金樓比喻為夕陽下的新娘, 含羞搭搭,嬌美溫柔, 河水反映了影子,更加未驗動人。 第三節,作者用了異人法描寫清幸, 作者在左右搖擺,吸引著作者, 想叫他留下。 從這些描寫去看, 作者都受到康橋自然美景的吸引, 很想留下,不想離開。 就好了。 最後一題,作者會選擇。